草屯熱騎稻作開始收割 割造機不斷在稻田裡收割 將好的稻子割下來 要運往南埔米昌 雖然較早的播種稻子 受到氣候的影響 產量有減少的情況 不過後來所栽種的稻子 品質都比往年還要好 我們目前就是 早期就是收了風台 那個黑客 那個已經都 較少的地方 都會收掉 現在就是 三樓 鹹車兩車這三車 三車三車左右 因為氣候的關係 冬天來 這一次的氣候非常穩定 現在二起到座 我們現在已經持續的 已經在陸續在收購 那看到這一次的品質 又非常的好 草屯良好的地理環境 再加上農民的努力 所栽種出來的稻米 品質相當的良好 這次還參加2015 全國迷迷產地冠軍比賽 也入圍了前三強 農會裡面上下 包括我們這個人民場 所有的同事 還有這些老師傅們 新師傅們 大家都非常用心 群策群力 一定是把最好的品質生產出來 我們要再強調說 其實中台灣 才是台灣最好稻米生產的地方 那草屯 又是在這中台灣的中心點 一定是一個生產好米的地方 今年在全國民族比賽 今年在全國民族比賽 多種多人安心購買草屯生產的稻米 議員檢警弦也歡迎大家 一定要請來購買草屯的優質稻米 我們的米 我可以說是非常地好 品質好以外 我可以說 還有帶到我們的黑客 很優質的這個水 所以說這個水中 起來了 我可以說是非常地好 希望說我們所有的館民 可以多多來使用 我們草屯的米 可以說是一個很優質 而且健康 還可以說是最最好的優質米 另外為了推廣米食文化 草屯淪味要在12月19號 將舉辦 豐稻田可動機的活動 將有一系列的農村趣味體驗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來 共同情境稻田 明日新聞 中博君 草屯淪報道